大家好,我是裁缝小罗 最近有一个网友他问我 他说叫我给他讲一下夹线器怎么调 有什么作用 今天我就跟他说一下 来大家看一下缝纫机的夹线器 他这个夹线器 你如果说这个地方有一点松紧的 他这个地方有一个螺丝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螺丝 把这个螺丝给他拆松 这里有一个螺丝 这个螺丝拆松过后 好 这个也可以这样拔下来 也可以抽进去一点 你如果抽进去一点 他这个 抽的这个斩尼往里面压的话 他这个抬压角这样一抬 这样一抬 他这个就这个就顶上来了 好 还有一把这个车这个螺丝 拆松了过后 拆松了过后 这里一看就麻 这里他其实可以弄一个螺丝刀 他一弄进去过后 来我拿近一点看一下 那我们弄近一点看一下 他其实这个弹簧 也可以调的啊 这个弹簧也可以调 怎么调呢 就是把那个车松过后 一看 看见我调啊 你看 这个弹簧如果说你往这边一走 他这个弹簧 弹力就大 他这个线 他这个线 你想打个比方 这个下面这个地方有一点多的啊 这样 我这个是调好的 你看 像这样他这样有多的啊 这样有多的 然后你把这个往那边一调 他就弹的靠上一点啊 那种 这个都可以调的这个 这个都可以调 好 然后调好了过后 然后就把这个螺丝给他拆紧 跟他拧紧就行了 这个螺丝拧紧就行了 然后再这样一排 这样一排 这个其实很简单啊 只要把这个螺丝 知道这个螺丝 然后这个地方 你要什么 要多松紧 然后直接调就行了啊 嗯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喜欢小螺